各位宝贝士很辛苦 因为这次我们今天花 空气比较适合一点 不过各位本来 因为我们后面的多点精彩 我们后面请我们 中华海峡两岸 长期照顾产业协会 邱领事长来跟我们讲 余菜佛生 治疗园医在御礼之家的一个成效 这个我刚好负责在这方面 负责台湾的目前有很多废弃的小区 要改成养生中期 这个阶段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认为 这就是未来方向 跟生命 生活 生态 三个结合在一起 这是未来的趋势 我们现在请我们修理事长 来跟我们做精彩的演绩 好 全各位感恩福利 各位来宾 很高兴 今天我是做早饭的 从台南到台北 高铁子过来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我是经营长照 然后长照 好 其实大家都说长照长照 长期照顾 都以为就是病人 实际上长照不是病人 都是健康 健康的人如何生活 这才是重要 不是说生病以后如何生活 我们要压缩疾病 我们要压缩疾病 这个是我们的颠覆 现在目前在我们追寡当中 就是用健康老化这一块 已经不是过去的传统疾病的一块 我们今天是想结合动物助调化 当然鱼和菜 魚就是動物 菜就是植物 如何運用在長期的照顧 長期的生活裡面 如何發展未來的長期的生活產業的目擊趨勢 是在海峽兩岸長期照顧產業發展的很重要的客戶 本來就是在協會 我本身還有基金會 基金會是花錢的會 我機構沒有錢就基金會去贊助 就是這樣 這個拜拜給大家支持一下 我們今天的大綱就是這樣子做一個介紹 剛剛我們介紹過 那魚菜共生 所謂魚菜共生 我們的魚是不是有它的食物 吃了飼料以後就有排泄物 排泄物到水裡面 那個水循環 循環回來就是供給給菜灌溉的意思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循環的情況 那我們養魚跟種菜共同 這個有一個好處 也是在圓與補助的治療 因為我們健康退化以後 腦力也會退化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補助的療法 那也不要吃藥 因為吃藥也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有這個 這個原液的補助療法 跟動物的補助療法出來 那當然動物也有狗也有貓 但是狗貓那個是比較會省蠻 那我們用的財物跟菜 是會比較有財物 它的優點就是比較乾淨 那也比較容易回復 那再加上我們的綠能的節約 這省很多啦 那當然那個有系統的療法 那麼我們的如何來結合這個長期照顧 長期生活的結合啦 長期照顧是屬於協助者 那我們健康者就是長期的生活 那麼我們長期生活跟魚菜共生的關係 我們適合在一起 有什麼需求 就是我們在魚菜共生 說說我們的好看看是不是合你 這個是很重要的課題 我們每一個今天的她 就是明天的我談 我們每個人都會老化 那麼長期的生活的空間都是室內 那長期空間室內 在做這個魚菜共生 也適合在室內 因為在外面 事外那個資本我們就耗資本 那我們基本上才庭院室或者是室內 等我一個角落或者是陽台 你我大家都可以在家裡 也自己可以DIY做 那麼長期的生活這個關係 共生的關係 我們真的是做得是不錯 因為在我們的機構裡面 也有嘗試過做這個 那我們的住民也做得很開心 在他這個有一個衛育療 也有療股療跟動物股療 那真正的適合身心靈健康 那我們在一起 這個是適合共生的運用 這個我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室內型的 我們家的陽台或小角落都可以做 很簡單 這個模型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是室外 室外是要量產 譬如說我們今天有一個養生村 那很多的健康 退休的人啊 或者是下班了以後 都可以去那邊活動 那這個是屬於戶外的 那量產就可以自給自足 可以出去販售 那個我們的治療 這個原藝的治療 它可以讓我們接近大致的 改善我們的身心靈的健康 那對象就是人 那職務就是我們當然原藝 我不是專家 原藝是有專家 來幫忙我們做這個原藝這一方面 那輔療 我們有社工來帶著活動 休閒 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質 能健康的人 那這個治療的益助就是 也是身心靈 然後有美感的 這個很好的效果 讓人看到這些蔬菜啊 或者是花腸啊 心情就會很好 自然心情好就沒有疾病 沒有疾病好自然就健康 那原藝的治療類型 我們現在目前多半是使用在社會型 就是原則我們機構 那在外面的話 那多半就是發行的農場 那我們在機構裡面就是用在生活的品質 那動物療法就是大概也利用動物來改善這樣 那那有藉由這些動物跟魚 我們這個動物是只能是可以讓人的身心靈會覺得很舒服 那魚菜共生跟健康有什麼關係 我們人要每個人都會老 但是老的怎麼辦呢 不是生病 疾病的重 我們是健康的重 我們要壓縮我們的疾病時間 目前以我們在台灣的長照 長期的生活這一方面 基本上都是疾病 在疾病的時間太長了 那其實長照是屬於生活 不是醫療 我們目前是把它擺在醫療偏重 那我們今天剛好 藉著這個自然療法 自然療法完全不用吃藥 利用我們的大自然的空間 利用我們的大自然的天然食物 讓我們住在園區裡面或者是經過裡面的人 足夠參與有獨立自主養好的生活品質 當然要保持健康也要均衡的飲食 在營養的攝取要足夠保持年輕的腸道 育網血管的酸塞 中風 當然也要保持每天的運動量 要保持腸胃道的健康 當然有秘密 養生酵素 我們有紅組的養生酵素 我們目前是採用這個給我們一般的保健 再吃 那它可以增進你的代謝 也可以保養你的腸胃 等檸檬酵素 腸胃道年輕 自然人就會年輕 五臟六股 就自然會健康 健康老化大家都很開心 可以跳舞可以唱歌 不管活到九十歲或者是一百歲 大概都還可以唱歌還可以活動 那這個在長期的生活運用 比賽共生 當然它的治療性是很高的 簡化簡單 每個人都可以做 而且可以依照他的身高 我們可以價高價低都可以 這個是等於是一個相當的個別化 可以個別化來做的農業產業功效 那這個就是依照高度 然後也不需要澆水 但是每天我們的住民可以去看看 他的魚養肥蜂肥蜂 那菜有沒有長幾寸啊 這個都很容易看 不會很討累 非常好 這個魚菜共生可以幫助到我們健康的話 那wheelpin 可以幫助到我們健康的人的話 是相當的有幫助 相當的好 而且有節省很多的醫藥會 目前我們台灣的健康的情況 幾乎都被我們一些應該說生病的人吃掉 那也不是說吃掉 因為沒有病房房間當然容易生病 那我們採用植物療法跟動物療法 可以節省我們很龐大的醫藥費 所以基本上我的建議 我們的長期照顧是協助照顧 生活 長期的生活 到後來是協助照顧 壓縮我們的疾病 這個是我們在機構裡面做的 一個滿一度的調查 這個我們有實驗過 在我們機構也實驗過103.7月11日到9月11日 我們十位個案來做一個 由護理師他們來一起研究過 這個台灣的第一個與菜共生的活動 這個引發他們的注意與興趣而且簡單 資料的收集職信 我們基本上分成三次 這個是我們的院名 目前這個院名有一些是已經退化 有的還可以走 這個就是小型的 可以在我們家裡做的水池還有花圃 那三次的活動 我們實驗三次的活動 一次是120分鐘 一次是90分鐘 一次是60分鐘 這個是無常境的 那麼我們的回饋 我們剛剛執行的回饋 回憶 可以讓你回憶他以往以前的種菜的 如何的種菜養你的經驗 怎麼樣做小服 也有成就感跟責任心 馬上也會有第一時間他做了不對 他也會馬上去找我們的社工 這個都很好的一個活動關係 那原本他們本來不認識的 因為這個種菜跟養牛而認識 而不會吵架這個也很多 所以變成他們互動 並民的互動變成很好 那個滿足感幸福感就會增加 也不會互動 因為現在的子女都在上班 不可能子女會疏守在我們身邊一輩子 但是我們自己要自求滿足跟幸福 那在媒體上也有報告 我們這一面牛菜工程 在我們台南的婦女的家裡面 那基本上剛開始做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人數的調查 剛開始他們也沒有很大的興趣 那結果我們到八個月回來 他們越來越成長 越來越覺得好玩 那這個是我們的滿意度調查表 從一天到五年 這個也是滿意度的調查表 他們等於是參與的人 越來越多 八個月 那魚菜工生的園藝服 適合用於長照的生活 長期的生活 實際上我們每個人每天都要生活 那如果說有這個 平常有這個習慣來看看花草 看看魚兒 這樣對自己本身的保健是相當有益處的 那我的期許 期許長期照顧 長期機構應該要走向生活化 不是醫療化 一直我們在台灣的長期照顧 都是把它走到醫療化 這是我個人認為是不應該走向醫療化 應該走向生活化 那長期機構應該異業結合 經濟導向 那麼長期機構應該建立服務管理和資訊名堂 這個是我比較希望 應該說我的願望 謝謝各位